东岸停车场一半车位遗满 用无限电即时回报景点车潮 让管理站随时掌控状况 收到谢谢 管理站一收到讯息 马上回报EOC中心 立刻将人潮情形更新上观光旅游局网站 新北市洒下人力自制人潮仪标般警示 提供在80处景点人潮状况 赶在无一廉价前上路 我们现场人员就会去现场看 有别1968的定位分析 新北市利用监视系统 以及现场的观察情形 随时更新数据 实施三阶段控管 从停车场管制中到不建议再前往 以及最后的禁止进入 就怕防疫破口出现 说小不巧同一天 中心大学也推出人潮分析网站 名称避开人潮PK1968 较进一位十足 在Google Map上面 已经具备的统计了多年下来 而且有每周都在更新的 所谓的热门时段的这些人潮资讯 那我们把它汇整在一个网站当中 比较三个网站 人潮一标板最为及时 不过尽限新北市 而PK1968涵盖景点多 但没有现场影像 只从数字难以掌控真实情形 而官方的1968可结合路况 但是误差比较多 廉价就要到了 疫情当前可要胜选工具 做好自主分流